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CSS 的部分 但是在介紹 CSS 的部分 我們來稍微寫下一個東西 比如說我這邊寫一個 H1 然後呢,這邊寫 歡迎光臨網頂充的網站 然後呢,做完之後呢 我說可以用即時預覽來看 所以我先 Ctrl S 存檔之後這邊的星星會不見 就代表有存檔了 然後再來 即時預覽 即時預覽的好處就可以馬上直接做瀏覽 而且會同步的運作 有時候你可以這樣子看 我放這邊 然後這個放這邊 各放一半 各放一半 就是你可以 你拉著上面 往右靠 它就佔一半 這邊一樣 拉著上面 往左靠 它就一半 或者當然你也可以是 拉著上面 往下 然後往上 可以 好像現在已經不 以前它有支援上下的 這樣可能沒有了 好,現在不管 好 來 這個我再跟各位聊 即時預覽才有一個好處 你看喔 我點這上面的字 有沒有看到 這邊同步跳到 H1 我點這裡 這一格 有嗎 星期日 跳到星期日這一格 同步有這個好處 好 那基本上 你這邊按了一樣 TR 你看我按了TR 它馬上就跳到這個地方來 好 那 沒有了什麼 來 Table Table範圍太大了 H1 你看 我點了H1 這邊就馬上 左右馬上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標籤到底是套在哪裡 OK 好 當然啦 如果你覺得這個太急了 那你也可以是這樣子做法 至少 放這樣子 這邊 後面還可以看 可以嗎 你這樣感覺可以編的範圍比較大 後面可以看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用CSS CSS怎麼做 放在Play的裡面 來 我在Table後面按Enter 然後這邊 我就打入 Style 它要先有這個標籤 然後在Style中間 我就開始要打 我的CSS的東西 那我想針對H1的標籤 好 我可以給個大瓜糊 當然我可以大瓜糊再Enter下來 它會這樣子擺 然後後面開始放喔 我希望它的Color 然後 冒號 不是用等於喔 用冒號 然後呢 等於什麼顏色 這邊呢 有固定的顏色 給你 這些都是顏色 OK OK 這些都是顏色 它前面都有簡單的 小小的 預覽顏色 有沒有 看到嗎 好 所以 假設我的H1 我希望是藍色好了 這個有點 我都比較喜歡 不要太 就是 不要太鮮豔的 好 這個 欸 有沒有看到上面的字已經變了 然後呢 最好 最好後面給一個分號 好 因為我可能我下一個 我Enter下來 我還可以再打一個東西 好 那當然我說 顏色可以不要這樣 你也可以是 金字號 FF 0000 它就變紅色字了 有沒有看到 好 所以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地方 冒號之後 它好處是 它有敵式的功能 好 像我跟各位講 剛才我打了H1之後 好 接下來 我裡面可以放什麼屬性啊 C 喔 C 就有了 如果你懶得打 點一下 欸 跳到這裡來了 有嗎 接下來 顏色 選一下 然後 分號 欸 這邊顏色就好有 可以嗎 好 請各位嘗試做一下 第一個請你幫我加一個H1的標籤 然後裡面放一些字 然後我建議各位用即時預覽 然後馬上這邊看 即時預覽的好處就是 你點哪一個 這邊可以同步跑到哪一個標籤 你這邊 甚至你這邊點 欸 點body 你看剛才整個畫面被選起來 整個畫面被選起來的感覺 可以同步 非常好用 即時預覽就是這個好處 然後 我們在 黑的這個地方 幫我加入一個Style的頭尾 Style頭尾 裡面就是要放所謂的 樣式表 就是CSS 然後呢 我們來針對H1這個標籤 來換顏色 好嗎 好來 請各位做一下